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产生的一个所谓的AD 转发 那这个AD 转发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是假设这个空间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如果已经有磁场在里面了 磁场B在里面 那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导体 那这个导体呢 这是一个Conduct 那它要经过这个磁场 我应该把导体再往上移一点好了 那这样的话经过磁场比较明显 好 那我们说这个导体要经过磁场的话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当它开始经过磁场的时候 基本上面这个场不是只有空间在这一附近 那附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它开始要进入磁场的时候 这边的磁通密度会增加 那磁通密度增加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会产生一个感应动式 是要来抵抗这个磁通量的一个增加的 所以当你这个导体在这边运动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位置上面开始 它的感应电动式产生出来以后 那换句话说 你这边要产生一个 打抗磁通量增加的感应电动式 那它的变流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导体里面 有一个ADColour 它的方向是这个样子 那反过来 当这个导体一直经过磁场以后 摆到 摆到这个位置 它开始 要远离磁场的时候 那开始远离磁场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时候它的磁通量慢慢的减少 对不对 那你磁通量减少的时候 要反抗磁通量减少的话 那我要有一个感应电动式出来 增加它的磁通量 所以我会发现 所以我会发现 这时候的在导体上面 会有一个电流 在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 电流随着导体的运动 或者我说电流随着食场的变化 它的电流是改变的 那反过来 这个装置是 你看到导体在移动 那磁场呢 是固定的情况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磁场 那这个磁场呢 是随着 我把它画在这里好了 我说 现在有一个磁场 那这个磁场呢 是随着 某一个点在转动 沿着这个沿心在转动的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现在假设在这个磁场上面 也有一个conductor 在这个位置 OK 我就说 在这个磁场上面 覆盖的一个conductor 那我们把conductor 画出来好 OK 那你就会发现说 当这个磁场 要开始进来的时候 那一开始要进来的时候 磁通量 对这个导体来讲 磁通量增加 所以 它一样 呃 磁通量增加 它要 寻成一个 反抗它的感应电动势 所以 开始 在这里 有一个AD 柯能场 OK 当这个 磁场 要离开这个导体的时候 那 要离开这个导体的时候 就是表示 在防射这个区间的 磁通量是什么 减少的 所以减少的时候 我们要 把这个磁通量 减少的部分补出 所以 你现在看到 它的AD 柯能是这样 那 换句话讲 当磁场 在改变的时候 在这个导体上面 它的AD柯能是一下子是这个方向 一下子是这个方向 那 我们会发现 这个导体上面 其实是有电流在流动的 那 其实 这个装置 就是 就是你们 在使用的 电磁炉 的原理 电磁炉就是有一个变化的 磁场 电磁炉上面 能够煮东西 你不能用平常的锅子 你用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陶瓷的锅子 去煮 不行 一定要什么 你去看电磁炉 用玻璃的去煮 也不行 你去买那个 超市去买的时候 电磁炉 适用的锅子的话 把它缓面的话 它一定有一个什么 导体在它的底下 就是 这个Conduct 如果 今天不是Conduct的话 那它就不会有AD柯能 产生书 那 反过来 假设 我们说 你不想要让AD柯能产生出来的话 那我 把这个Conduct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就把这个Conduct呢 变成是一片一片的 我说要把它变成是什么 切成一个片一个片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它要形成一个ADCurrent 这个ADCurrent 是要有一个回路的 它没办法形成回路的时候 这时候的ADCurrent 就会变小了 那ADCurrent变小的时候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呢 基本上ADCurrent在这里 你就发现说 导体本身虽然是导体 但是它还是有电阻存在 有电流 有电阻 它就会产生什么 热 对不对 所以 你把它想象成是 你本来是 实能的部分 你现在 因为你把它变成热能 今天ADCurrent变小的时候 相当于就是 这个热 Heat也变小 换句话说 有些时候 你可以把ADCurrent拿来做 你想要用的东西 但是有些时候 它就变成热 热就消失掉了 就是能量的损耗 那我不希望它产生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做一些阻隔 那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变压器 那我们说变压器本身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我说 这是一个变压器 那我们会把 这个主线圈跟负线圈 缠绕在这个变压器上面 那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铁心 那同样的 本来你这边是一个主线圈 一个负线圈 的情况之下 那 I1改变的时候 那这边的呢 这个 I2也会跟着改变 OK 那I1跟I2改变的时候 同样的在这个 导体上面 也会产生AD颗的 那这个AD颗人的话呢 我们如果把它 这个界面 把它拿来看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AD颗人是产生 在这边的情况 那这个AD颗人一旦产生的时候 一旦产生的时候 一旦产生的时候 那一样的这个变压器 就会发烫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热都烧死掉了 那最明显的例子 你们可以把日光灯 里面有一个变压器 然后其他有变压器的东西 你会发现它会发烫 那怎么样把这个AD颗人变成 非常非常的小呢 那我们就希望它不要产生 这样子的回流 因为这个回流就是什么 因为你这个 magnetic flux在改变的时候 那你会产生这个AD颗人 那我们最好的方法的话呢 就是把这整块的这个铁啊 我们把它什么做呢 把它变成一片一片的铁心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ok 所以你现在如果你把那个变压器 拆开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是整块铁心 而是一片一片的铁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的情况 那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回路呢 打断 ok 那它如果你是一片一片的 它的回路就变成小回路而已了 而产生的AD颗人就跟着减少的情况 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应用上面 你会看到的一个 跟这个法拉第定理跟这个认识定理相关的一个日常生活里面 或者我们平常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的 那AD颗人在哪个地方 会产生呢 非常多的地方 譬如说你们开车子的时候 只要有变压器的地方也会产生 只要有线圈 有导体的地方都会产生 那火车的那个铁轨上面跟那个火车的那个 那个什么 在火车火车之间不是有一些堂皇吗 那这个堂皇的话 去避免它那个震动的部分 那铁轨又是铁的部分 那只要它有线圈有铁 那就是产生涡电流的一个产生的情况 所以在很多地方要避免它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看分析它的理由 产生的原因在哪里 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必要的一个 这个阻止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就是说 好 像这个变压器的时候 它有主线圈有负线圈 那主线圈跟负线圈 基本上面它其实 我们平常我们在讲它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它们之间是会互相有影响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看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质感的部分 那这个感应的部分呢 电感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分为两个 一个是质感 一个是负感 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负感的情况 它负感的部分呢 最明显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 那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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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 N1 渣 OK 那这N1渣的导线呢 它如果 它所带的电流是 I1的部分的话 那你自然而然的知道说 它在这边会产生一个场 这个场的话呢 OK OK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这个N1加的场 它产生的 10场的部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场 产生出来以后的话 假设 我们说 在这附近 有另外一个 Core 那这个Core I1呢 它Change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 的电场 而不是 磁场 它就跟着改变 那这里面的磁场 跟着改变的时候呢 通过 N2的 这个Magnetic Fluss 也会跟着改变 换句话说 I1改变的时候呢 Phi2 会跟着改变 OK 那 Phi2的改变 是因为 Phi1的改变 而引起的 OK 那 这个Phi2呢 它的改变呢 如果 它随着时间 有在做变化的时候 那 我们就看到 在 N1上面 会产生 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是 负的 比Phi2 比T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 是产生在 N2上面 我们就用 H2 来表示 那因为 N2上面 有N2 N2 的导线 所以我们 把这个 H2呢 呈上了N2 倍的部分 那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Phi2 改变 刚刚已经讲 Phi2的改变 是因为 I1的改变 而产生的 所以 你现在看到 N2 Phi2 渣 的改变的时候呢 那我们看到的 N2 Phi2 其实 本来就是正比 I1 但是 它的比例 常数呢 我可以把它 进一步 写成 一个 M1 I1 好 把它写成 M好了 不要 需要 换 因为M呢 是跟2 跟1 相关的部分 那 这个关系 把它 兑换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的是 Ution2 N Y2的部分 我就直接可以写成 M Di1 DT OK 那 换句话说 这个关系 告诉我们的什么 就直接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 当I1 随着时间 改变的时候 那 它会引起 N2上面的 这个 Coil呢 它有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的 比例常数 M 我们就称为 负感的值 M 就是我们所谓的 OK 这是 这个 一个带 有电流的 一个 线圈 的话呢 那它会在 旁边的 一个Coil 产生一个 这个感应电动式 那一旦有感应电动式 就是在这个N2上面 就会有感应电流产生了 那这个问题 其实 反过来 我说 假设只有 单一个导线而已 那我说 我们就举一个 我有一个旋圈 我说 我有一个旋圈呢 那你看到了 在这个旋圈呢 它们上面 有一个电流 I OK 那对这个旋圈来讲的话 假设我的电阻不改变的话 那这上面的这个电流已经稳定的时候 基本上面 它会在 这里面 产生一个磁场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OK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 它会在这边 产生一个磁场的部分 那这个磁场呢 那但是 假设 我现在 我把这个 电流 改变 怎么改变 因为你这边的电阻 可以改变 那电阻一改变 电流就跟着改变了 一旦电流 改变的时候 那 换句话说 那里面的Flash 也跟着改变 那电流改变 Flash改变 那跟 一旦Flash 改变的时候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当电流 I改变 Fly跟着改变的时候 那上面 就会有一个感应电动式 产生 这个感应电动式 当然是跟 这个Flash改变 是相关联的 然后我们上面 有N渣的导线 所以我们把它 乘上N倍 OK OK 那 同样的 电流 跟Flash的改变 Flash的改变 跟电流 I是成比例关系 那我们N倍的 Y 跟I的关系呢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跟这边一样 它是有一个比例常数 这个比例常数 我们把它称为L 那 完全是自己本身的电流改变 引起我的Flash改变的 所以我这个L呢 就叫做质感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个质感的比例常数出来以后 那换句话说 我上面的感应电动式呢 是跟什么 跟LBIDT相关 那这个呢 就是在一个 自己本身的旋圈上面 那因为电流的改变 而本身自己 没有受到外面的 只有自己本身就会影响了 而产生的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电器用品 只要它是一个Coil 那这个Coil 那我们平常用的 又不是直流电 都是交流电的部分的话 交流电在上面 电流就是改变 电流改变的时候 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感应电动式出来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的大小 就跟这个L的比例常数相关 好 那现在接着要问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这个比例常数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值呢 OK 我们都知道 已经有比例常数在这里了 那这个比例常数的值 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这是我们接着要问的一个问题 到这里有问题吗 啊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来看待好了 我说 我说 就是以一个螺旋旋管 那上面呢 有N1加导线 然后呢 同样的 在这个螺旋旋管上面的话呢 再缠纳N2加导线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装置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说 刚刚 附感的概念上面的话 我说 对N1加 对N1加的这个Coyle来讲的话 就是第一个Coyle来讲的话 那我们看到它产生的死亡 那假设这个导线是非常的紧密的 而且是无穷长的 那你已经知道 一个无穷长的导线的 无穷长的螺旋旋管 里面所产生的磁场 是跟它的这个单位长度里面 你的这个加速相关 还有跟它所带的电流I1相关 OK 这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 好 那这个是一个uniform的长 跟一个非常长 非常直的这个螺旋旋管 OK 非常长非常直的螺旋旋管来讲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情况 对这个 第一场 这个场 所产生的flux是等于多少呢 那你就把flux.da 那 所通过flux的da 就是这个面积 因为你这个整个flux进来 I进来的时候 那这个flux通过这个da的部分 所以 你知道 它是一个uniform的场 所以你把它计算起来的时候 那很简单 n1 n1 i1 乘上这个 cross section 是等于a 这是fi的部分 那我们马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那你的负感值是等于多少呢 那负感值的部分 n n n就等于是 i1 改变的时候呢 i1改变的时候呢 可以 引起的第二个n2 这个 flux的改变 那我们看到的 i1 分之 n2 fi2 所以我们看到 n2 fi2 fi2 其实就是它 ok 所以我们看 我们了解了 i1 分之 mu0 l分之 n1 i1 a 那你把i1消掉以后 我们就看到 mu0 l分之 n1 i1 那 这边还有一个n2 要 lose掉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原来我们的定义里面有电流 但是在这里面你看到的是 所有的电流已经通通什么 消掉了 变成是什么 只跟它的截面积 只跟它的长度 只跟它的上面缠绕的导线的n1n2值有关系 跟它上面带多少电流并不影响它的这个负感值 那这个结果是跟什么 跟我们当时在讲这个capacitor 就是电容的情况是什么类似的 电容我们当时的定义是什么 电容我们当时的定义就是 c 是等于导体上面的charge 除上potential difference 对不对 两个导体 那它有一个potential difference 那它上面所带的电荷q 然后这两个potential difference v 就变成是它的导 但是这个capacitor到最后算出来 跟q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b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只跟什么 如果以平行板来看 只跟它上面的截面积的大小 然后跟什么 跟它的距离 有关系而已 对不对 同样的情况 电感也是一样 我们正在的负感值 是跟它上面带多少电流没有关系 只跟它的截面积 只跟它的长度 只跟它上面缠绕多少 它导线有关系 所以任何一个形状固定的上面导线缠绕 加速固定 那你上面就已经决定了你的什么 护感的值 OK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同样的质感的部分的话呢 也一样 看你可以去算任何一个质感的电场 那它就应该就有质感的值 那依照这个计算的方式的话 那L的部分 是等于 L的A 是等于I分之N 5 OK N就是上面的加速 5呢 就是它通过的flash 那通过的flash 一样的是等于 μ0 L分之N 然后I乘上A 跟这边的算法是类似的 那乘上除以I I消掉以后 那你就变成是等一 这边是N 要把它放进来 μ0 N平方A 然后除以 一样的 你看到的质感值 也是跟它的形状有关系 跟它上面缠绕的扎数有关系而已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电感的情况 那我们常常 把这个螺旋渲管拿来做 啊 电感用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 形状的螺旋渲 是我们常常用来做为电感的情况 那这个形状呢 是像桌子型的 那 那 我说 如果我们把它的横截面 把它画出来 把它再画过来一点 因为这两个 close station 要一样 OK 你会看到这个 好 那 那 我看到的是 我上面绕的导线 你现在把 这个绕了一个 一根一根的 线圈的部分 那我不把它全部画出来 OK 全部的 这个线圈 绕在外面来 那 一根绕了多少 渣呢 N渣 OK 那他所带的电流 是I的话 我们现在假设 他带的电流是I 那你就看到的是什么 好 这个电流 也引起了 他上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他的 磁场 那这边呢 就是进去的 这是场 磁场B 那这个是整个场 的情况 OK 那我们只是 把这个call station 发过来 看 那我现在 我们来看 这个磁场 到底多大 这B 到底多少 那 基本上 如果用 横截面 来看待 这个事情 的话 我看到 横截面上面 OK 我们说 在这个 横截面上面 的话 那你 你可以看到的 我的电流 是 这样子 流的 这样子 在流 所以 里面的磁场 它的方向 这样 也没有问题 好 上面 你看到这个 电流 从上市图 上去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 这个磁场 是这样子 那磁场 到底多大呢 我们可以用安培定理 来计算它 因为磁场 的一个大小的话 我现在 把这个安培定理 做一个 这个 圆形的回路 半径是 R的部分 所以 安培定理 告诉我 你说 我只要有一个 close station 这个close station close loop 那这个close loop 是封闭了 好 那 我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跟 上面的磁场 跟这个回路的积分的话 是跟 命令I I是什么 I是 通过这个回路 里面的电流 那你现在有 上面有 N加的导线 每一加都是I 所以 我的电流 就是N乘上I OK 那上面的回路 磁场.dl dl的回路 就是dl phi phi的方向 它是 这个 我们用 这个 严助座标系统的话 那 它这个都是phi方向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v.dl 就是等于 v 在 phi方向上面的 v v 投影在 phi方向 所以是vphi dl 它总共的积分枪 是muli mI 那上面的phi的大小 全部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到外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到外面 你提到外面来以后 那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整个积分的结果 是等于 这是2πr 所以 你马上知道vphi的结果 是等于2πr mu0Ni 这是在 上面的磁场的大小 所以你随着r 改变的时候 磁场是什么 不同的 那磁场不同 会随着r 半径r的部分 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 越来越小 那你现在也要去计算 它的 质感值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算出它的fluss 那fluss是什么fluss呢 就是 磁场 通过这个磁面积 也就是这个coil 这个coil 这是一个导线 那上面 这个coil 通过这个coil的fluss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看到 每一个半径r的部分 这个半径r的磁场 是不同的 那我要计算这个的fluss 你不能直接把它乘上截面积 要一点一点去把它积分起来 那这个积分是怎么积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我的fluss的部分 我说它是b.dsa 那da呢 我可以把它写成 这是它的高度 截面横截面的高度 那这个da的部分 我可以把它写成da乘上dr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hdr 那截面积的部分 它一样是跟磁场的方向一样 它是phi的方向 所以你现在b.a的部分的话呢 那就是等于2πrμ0ni乘上hdr 那整个把它积起来 ok 那其他都是常数把它提到外面来 μ0nrh都是常数 r分子dr 那r从哪里开始积 r从内进a一直积到外进b 所以我们可以从内进积到外进 也就等于2πrμ0nih log a分子dr 好 fluss你知道以后的话 那l 质感值的话 就是i分子n乘上hy的部分 ok 那我们马上我们知道了 那phi把它带进来 i消掉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等于πrμ0n平方i i已经消掉了 hlog a分子b ok 这个是质感的部分 那如果是负感就是两个线圈呢 n1的线圈跟n2的线圈 就是只是把n平方的部分变成n1n2而已 好 那这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个 这个像桌子一样 甜甜圈一样的一个 这个coil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出来 对这样一个装置 就是他其实他的电感值呢 是跟他的这个内镜跟外镜的比相关 跟他的厚度相关 跟他上面场道的导纤属相关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